今天我們要做的珍珠丸子 裡面的材料我們就用絞肉還有糯米 再來就是用蛋白 我們利用蛋白的黏性跟肉 絞肉的黏性 這過程中我們會用攪拌調味料進來 調味料我們會加一點鹽 酒 醬油 這樣去調味調那個肉的味 再來我們可以加國旗或者是紅蘿蔔進來一起 然後跟蔥一起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孟勳來為我們做示範 那我們把絞肉放進來 然後把蛋白 把蛋打了以後取出蛋白 取出蛋白 進來做攪拌 那加一點調味料 一點 油 鹽 醬油 酒精 那做一點調味之後 攪拌 攪拌 攪拌以後呢 你就把它做成這個肉坨 肉坨之後滾在浸泡三個小時 或是浸泡了一個小時的這個長糯米 等一下喔 好 那做成肉坨以後攪拌在 滾在 滾在這個糯米上 然後呢 進去蒸 進去蒸 有齁 好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蛤 應該是 要那麼大 難吃 它就有點 它就有點 這個 這個 珍珠丸子 我們進去蒸香 蒸 20分鐘 大概20分鐘 好 那成品呢 就可以了 好 就是 這就是 珍珠丸子的成品